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好像有蛮多压力都蛮重的 那么接下来说的话 在选股的部分是不是开始已经出现一些变动 我想没有错 整个一华其实针对整个今天大盘加群指数 整个盘面结构 几乎都跟投资本解析得非常清楚 整个大盘加群指数今天之所以开高走低 勉强是以小涨26点来做收 我相信其实大家看得出来 整个在大盘指数称盘的部分 第一个全职股部分靠金融股 第二个靠台硕集团 金融传产在称指数 金融传产今天为什么要称住指数 我相信其实不用我浪费太多时间多讲 大家都知道 目的就是为了礼拜三的台子期的结算 所以金融传产称指数 目的是为了什么礼拜三的一个结算 然后另外就是在盘面当中 比较相对活泼的就是 比较没有基本面的这些投机股 落后补障股 你会发觉不断你会发觉 长到什么阳华 安可 什么新世纪等等这些标的 你会发觉这个几乎是 今年累月都在亏钱的公司 而这些今年累月在亏钱的公司 我相信除非你是在拼技术面 拼短线 有赚就走 或者一旦爆量量大不涨 这些股票你一定要做解码动作 相信如果你是比较理性的投资朋友 我相信如果你是比较有资金水位 比较大的投资朋友 绝对是买GEO的股票 绝对不会去碰这些 根本没有赚钱的落后补障股 因为你不晓得它是补障一天 两天 三天 一旦结论就是一旦这些股票 你也知道的 一旦短线补障结束 如果万一你套在这些股票的相对高档 你只要不设停损 你几乎以后要翻身的纪录都很难 而这些投机的主力股 或者落后补障股 你也知道短线这几天怎么拉上来 未来这几天只要一旦爆量 高档爆量的话 那就是未来就是怎么再跌下去给你看 除了这些的整个 我们说今天拉金融传产称指数 以及一些头期股在活蹦乱跳之外 我想整个大盘指数 为什么今天拉不太动的原因 理由在那边 我想其实刚刚义怀跟投资本讲的 而这个平概股 我相信我们几乎是领先市场 在上个礼拜就已经告诉个投资本 iPhone 6s真的如我们过去所预期的 不会卖得比去年的iPhone 6还要好 而且我们在上个礼拜跟投资本讲 我说只有到上个礼拜为止 是只有玫瑰金这个颜色还缺货 其他的你只要要买都一定买得到 但是据整个试调的调查 这两天的星期假日 周休日你连玫瑰金你要买都买得到了 代表的是iPhone 6s 真的如我们所预期的 没有卖得那么好 所以整个大凡加卷指数 今天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整个平概股的相对弱势下所拖累 而且你会发觉 如果导播可以的话帮我们带一下 包含3008的股王大力光 不是第三季法术会后之后 第三季获利写下历史新高吗 可是你会发觉 从整个上个礼拜五的大力光 我们来看一下上个礼拜的K线图就很清楚 上个礼拜五法术会完 开高走低收最低 竟然第三季的获利写下历史新高 带不动股价的一个向上的弹升 反而礼拜五就开高走低收最低 今天就算大盘指数 盘中来到8670点 再写下7203以来的反弹新高 可是我相信 你也很清楚看出来 大力光今天股票破底 你看股王在破底下去 你说这个不是整个除了大力光在破底 我相信我们似乎在上个礼拜就跟投资者讲的 那时候就以4938合作跟投资者分享 我说这不是只有单一个股 是所有几乎百分之九十几的平概股 你都要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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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心 因为未来准备下修iPhone 6s的第四季的出货量 那你从整个大力光今天那个重挫 其实他就已经很隐约告诉一件事情 这也是最近这几天很多投资朋友 可能透过我们线上的服务人员 对不对 也通过FB的股市群会里面私密我 因为我相信即使平概股 这些股票他可能是很多投资朋友 尤其是一些比较稳健的 或者比较有资金的投资朋友 想说平概股的获利都这么好 我买这些股票可能做中长期投资 或者做波段的操作 应该至少比较稳健 因为我也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你只要是我们股市群会的忠实观众 你绝对不会去买那些主力股 你也绝对不会去碰那些没有基本面的 每一年都在亏得一屁股的怎么样 就像今天那些涨停板的一些投机股上面 你会碰得跟我们一样都是买 有基本面的 甚至产业前景看好的标的 但是同样的在整个iPhone 6s的这一块 平概股的部分 我们跟投资这么讲 很多人说老师那你说可乘 你说整个核硕 台郡甚至F真顶 甚至红准 不是从整个第三届营收 看出来应该不错 应该第三届财报应该非常亮丽 第三届财报他们这么好 那这些股票怎么会跌呢 应该是未来要反映财报 要涨第三届财报的一个利多 那你从一个大利光 其实他就告诉你一件事情 虽然第三届财报不错 但是因为第四届会大幅度的衰落 我已经跟你讲了 iPhone 6s第四届会大幅度下修它的出货量 所以股价已经开始 甚至法人都已经开始做大幅度的开始调节 你会发觉大部分的平概股 最近法人几乎都站在卖方调节 都站在卖方调节 那这些族群 你有这些平概股的投资朋友 你自己要担心 甚至我记得在上个礼拜跟投资这么讲 我说在股票市场的操作很简单 你就是利用软体指标的工具怎么样 做多低档转强标的 所以从整个这一波7500点上来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们并不是像其他空投专家 每天在那儿放空 去那儿自己说放空 路上自己说放空 结果从7500点 被嘎到今天8670点 沿路都被嘎空 指数被嘎到1000多点 个股被嘎了三五成下去 对不对 可是我们低档带着大家做多 但是做多到整个8500点这附近 我们也很坦白的 也很客观的投资跟投资的讲 我们8500点以上 你会发觉指数动的速度变慢 那为什么在8500点以上 指数动的速度变慢 原因留在那边 因为有很多股票 已经率先从高档开始转落 如果在股票市场 我们说赢家要怎么做 第一个如果你只做多投资朋友 我们转过了 现阶段只有少部分有基本面的标的 主力股投机股 我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 我也不喜欢推荐那些股票给你 因为我们知道那些股票怎么上去 未来就是怎么暴跌下去 对不对 我们做多好的标的 那我讲的 如果在这边你想做多的 我也会提供少部分 仍然产业前景看好的 股价还没有大涨充分反应的标的 而且甚至是法人最近才在买的标的 让你做多 但是我们说同时你要避开 你至少要避开 这些高档的转落标的 当然你积极投资朋友 我认为在8600点这附近 其实你多空都可以双向操作 对不对 做多强势股 同时你可以避险放空 转落标的 那你说老师我怎么知道哪些股票 叫做高档转落标的 其实你会发觉 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都在节目中跟你点到 所以你不管做多做空 你会发觉 你真的唯有跟着我们股市群和来操作 你跟着其他天天放空专家 你有感觉吗 最后被人家嘎空嘎了一千多点 个股被嘎了三五十% 你都还不晓得该怎么恢复 对不对 可是我们当跟跌民道的瓶盖股 你看4938核硕 如果导播可以帮我们带下 4938核硕分时走势图 你看今天又持续的中场可以下去 已经跌到81块了 慢慢的盘跌下去 包含在可乘 2474的可乘 我们在上个礼拜跟你讲过了 这已经在高档出现翻空的讯号 指标已经开始出现翻空 同一个动人指标 同一个动人指标告诉你 已经有人在开始 法人在这边开始逢高的 在做调节可乘的动作 对不对 你会发觉可乘 上个礼拜五 一根中长黑 今天又一根中黑下来 已经跌到320几了 如果导播可以帮我们带下 2474的可乘分时走势图 今天已经分时走势图 今天中错7块钱 跌到324块 还在往下跌 6269的台俊 如果导播可以的话 也帮我们带下 分时走势图 有没有今天也是 持续的在盘跌 包含在整个4958的F真顶 今天你看大跌的3块6 跌将近4% 2354的一个红准 今天中错的3点多% 甚至8086的红杰科 对不对 这个我们都事先跟你讲的 你看今天跌的4点多% 股价如果看一下K线图 这些股票 红杰科 今天股价竟然写下 最近这两个月的新低 已经从90几块 悄悄的 慢慢的 不知不觉的 给你盘跌到今天 剩下70几块下去了 5490的同亨 我们是不是在 之前上个礼拜之前 也跟你讲过了 第三季他的财报不好 你要小心 今天跌的4点多% 今天也是写下 最近这两个月的破断新低 那更别说这些的股票 我想F真顶 对甚至红准 这个几乎都已经跌到最近 这两个月的新低价 那我们都已经事先告诉你的 好那你说从整个最近 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头上讲的 从上个礼拜 不论是台积电的法 大力观望法说 甚至包含台积电法说 我们是不是讲过了 台积电在这边三度下修 也就是第四季的一个什么 未来的半导底的成长率展望 那我说这个如果在这边调价 你要期望台积电会大涨吗 你要期望大盘指数被 电子股台积电这些带上去吗 我想过去在上个礼拜 也跟头上分享过的 你今年以来 只要台积电下修半导底的成长率 只要台积电下修半导底的成长率 你会发觉 所得到结论是 第一个大盘指数可能上面高点有限 第二个不仅台积电 甚至大盘指数 甚至整个台积电上下游的 以及整体的半导体 还有很多电子股 台积电第四季不好 就是忘记不忘的 平概股也不好 那你要期待 第四季的大部分电子股好到哪边去 要小心 甚至包含在整个平概股 今天是不是平概股拖累大盘指数 几乎平概股全部都要倒地了 对不对 那指数也因为台积电这些 跟平概股都不好 我认为指数这边只剩下 短期的高档震荡 而在这高档震荡过程当中 我想我们过去在这8500点之上 跟投资们怎么分享 个股的多空差很大 我不是说所有股票都不能做多 我说只有少部分基本面好的股票 我们可以来做多 基本面差的主力股投机股 我们不做 因为我们不跟主力挂钩 我们不像其他专家 有些专家会跟主力挂钩 买一些投机股 主力股来坑杀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我只做基本面好的标的 对不对 但是同时一些高档转入的空方标的 你就算不做空的投资朋友 你也要避开 但是如果你要做空的投资朋友 你要空这些在高档 已经开始转入标的 那也因为 包含在台积电 或是这些瓶盖股 这些电子全职股 已经在拖累大盘指数 目前短线很清楚看得出来 主要今天是靠金融股跟传产股 台硕集团在撑大盘指数 那代表的是 会不会在礼拜三台子集结算前后附近 外资已经结算完了 外资的台子集多单 也开始在逢高获利了结了 那外资如果多单都已经获利了结了 我在礼拜三过后 我外资有需要 再给你拉金融股 我外资还有需要再跟你拉 台硕集团来撑指数吗 我想没有必要 所以当整个大盘加卷指数 在这高档震荡过程当中 我们讲过了 甚至包含在 利用软体指标的买卖讯号 大财富的操作 我想这个可能在 礼拜三前后附近 都会有 绝佳的出手点出现 我想如果在上个礼拜 你错过了大财富 你看每天都是几十%以上的一个暴力 每天都有几十%暴力 只要你能够利用软体指标 掌握到高档的卖讯下去 你都可以每天几乎都几十%的获利可以赚 都有这个机会 那我刚刚也讲了 可是不是在整个礼拜三前后附近 如果你想要小钱变大钱的 如果你想要掌握关键转折 让自己小钱变大钱的 比方可不可以10万变成20万 比方说可不可以15万变成30万 比方说可不可以20万变成40万 这个大财富的相关操作 你有兴趣的 你想要掌握到周三的 这关键转折点的浮现投资朋友 你可以赶快跟我们线上 浮现保持联络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讲过了 过去这段时间 除了平盖股之外 你看这些高档转折标的 我想我们都帮你掌握到 对不对 甚至包含在东洋 这个我就不浪费太多时间 该做多 我们做多 短线该下来 该保守 甚至该什么 反手放空 我们当时也带你空过东洋 我想你都很清楚 包含在整个仿前股的部分 东荣新 对不对 领先市场 一样都是软体指标 可是你会发觉 我们的软体指标 都比其他的专家的软体指标 低档 领先人家在低档 更早出现买讯 你可以买得比人家便宜 当然你如果股票买得比人家便宜 你的成本比较低 是不是就可以赚得比人家多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软体指标 又跟其他 同业的专家的软体指标 差别在哪边 高档 我们又领先出现卖讯 这就有什么差别 低档领先出现买讯 我们的股票买的比人家 便宜 成本比人家低 高档 又比人家在更高的价位 第一时间出现卖讯 代表你可以买得比人家便宜 卖得比人家高 你当然可以赚得更多的钱 这波东荣心 对这波东荣心 破底 如虹的重挫 巨阳的重挫 甚至包含 之前 法人在索马的 8383的签负 对不对 指标在低档出现买讯 这边高档出现卖讯 来 今天的签负 有没有看到 今天的签负一根长黑 再创最近的新低下去 对不对 同样道理 英特雷 低档买讯 当时带你做多 高档出现卖讯 我们告诉你 它会拉回 你从138块 拉回了20几块 将近30块下来 低档买 高档买 对不对 而且从整个英特雷大涨之后 我们也跟投车讲的 英特雷第二 你看过去这一个礼拜以来 我说 虽然盘面上看似活蹦乱跳 但是我相信 其实个头之外很清楚 现阶段 你要找到基本面好的标的 来做多的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有讲过的 很多股票在转落 在高档出现转落的卖讯 你要避开 甚至你可以反手 做避险空单的动作 但是 如果你要做多的投资朋友 我说 你只能跟着我们做这些 少部分好的标的 那你会发觉 股市群会的信学老师 我们不乱枪打鸟 我们不射飞标 我们不会一天 给你推荐好几档股票 一个礼拜下来几十档 对的就拿出来讲 或者拿着软体指标 看今天什么股票涨停板 就拿出来跟你讲 我的指标多好多用 对不对 看到今天什么股票跌 就说你看我们指标跌下去了 我想这个都是投资 不是你想要的东西 你要的就是 一档好的标的 可以在节目当中 提供 无条件提供给各投资朋友 上次所举办的活动 提供给你 上次在台北的活动 提供给你的标的 我想到今天为止 为什么我们看空的仿钱股 我们看空的少部分的生计股 我们看空的平盖股是大跌的 我们做多的 之前上个礼拜 唯一做多的F风翔 股价是到今天为止 还持续在上涨 还在大涨 连涨五天 连涨五天 写下整个波段新高 这个就是选股的功力 好那如果你错过 F风翔的投资朋友 我想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可以在这个礼拜 逢低买 还可以少数份 有股市情味 杏杰老师我 以及法人 你要听清楚 最重要是法人 在低档 不是已经买了一缸子 不是股票已经大涨一大波 法人才进来买的 不是大涨一大波 我们才叫你来买 来帮别人抬轿的 低档 法人刚开始买的好 不要递在哪边 我想我们在上个礼拜五 也跟投资朋友讲过了 这个活动 上个礼拜五 以及今天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只到今天为止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桃云三结议 这三档 股票 我们今天无条件的 最后一天 跟投资朋友做分享的动作 那我在上个礼拜也讲过了 桃云三结议这三档股票里面 你会发觉这三档股票 刘备 今天有没有盘中的低点 有 今天是收到中长红上来 那我讲的这三档股票里面 有一档 是目前 少部分还可以偏多操作的生机股 有一档 里面有一档 是给大资金的投资朋友 那我讲过 如果你有三五百万以上 或者你有千万以上的投资朋友 这支股票里面的 我特别 张飞这一档股票 你特别可以特别留意 为什么 因为谈到张飞这一档标的 你要听清楚 最近法人是在出大力光 在出汉维科 在出瓶盖股 那法人出了大力光 出了汉维科 出了瓶盖股 这些之前既有电子股 但是这些因为你知道现在的汉维科 现在的大力光 现在的瓶盖股 第四季的产业 可能 已经蒙上了一点点的乌云存在 所以 人家在卖这些族群 他的资金会转到哪边 这一档 你会发觉这几个股票 这几天 法人刚出买进报告 这几天法人都在买这一档股票 那如果你资金水位比较大的 我会讲过的 一档可以让你逢低买 最近这几天 好好的逢低买 或者你可以根本脚步来布局这档股票 你不晓得怎么买的 你可以根本脚步来买 几乎可以让你资金水位比较大投资朋友 逢低买之后稳稳的 轻松的 几乎可以叫做躺着转的一档标的 你可以把握到 当然刘备这档标的 你要特别注意哦 最近这几天 最近这几天 他可能会有重大力多公布 最近这几天刘备可能会有重大力多公布 一旦这个重大力多公布 股价非常非常有机会直接开涨停板送给你 股价非常非常有机会开涨停板送给你 所以如果针对这三档股票 你有兴趣的 你想了解的 你想知道的 或者你想利用明天盘中震荡 跟着我们家族成员做布局的投资朋友 详细的活动资讯 我们请看待会节目中的广告 好不好谢谢 等一下我们还有更多的分析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轮源投顾认真负责专业 结成为您服务 服务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台湾营省城王在总投武 平安照镜百万大摩柴 欢迎来参加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奥迪近乎嘉宁华热喜开赛 开来团结特色 八道嘟嘟 棒赛棒北青 红西签等同便完 帮你摆倒 一边逼 小胸边 爱记小伯 红西签等同便完 让你八道 请请请 新浪浪 咳嗽发烧流鼻水干 看韩队已经感冒的样子 换起个某阵状 新鲁鲁 新鲁鲁带救护 日本原装进口 新鲁鲁 新鲁鲁 眼不住的光芒 Infocus M812 耀眼上市 2015富邦LPGA台湾锦标赛 集合全球天候 台湾争霸 盛况非凡 10月22日起 美丽华球场 富邦邀您力挺台湾 向世界挥洒精彩 血清素是人体最重要的快乐因子 香蕉的植物血清素最高 一颗胶囊等于13根香蕉 帮助入眠 快乐满点 快搜寻乐活香蕉 欢迎欢迎来到股息群会 刚刚看到了 又出现了最新的标的 到底现阶段 这个题材该怎么来掌握呢 我想 其实在这边的一个题材掌握 就像我们在最近跟投资者讲的 8600点以上 你会发觉 个股表现差异度很大 所以包含在 投资者所关心的一些股票 你会发觉 平盖股的可乘 你会发觉 在高档出现转弱讯号 我们跟你讲 这个股票你要小心 甚至你可以做避嫌放空动作 这些股票大跌下来 5288的F风翔 是我们之前一个多礼拜前 唯一在节目当中 跟你公开分享的多单的表弟 今天股价写下新高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在股票市场 你要怎么样能够在股票上 成为少数赢家 做多转强股 然后同时避开 甚至避嫌放空转弱标定 特别是在8600点以上 那如何做多转强股 同时避开转弱的股票 你可以利用 我们的软体的操盘工具之外 帮你筛选之外 另外就是说 在震荡浮温过程当中 我相信其实大多的投资宝 还是喜欢偏多操作的 那你说接下来 GF风翔之后 本周还有什么股票可以买 那我相信这三档股票里面 我想第一档 刚刚已经跟投资宝讲 刘备 这几天 随时可能会有重大力多要公布 一旦这个重大力多公布 股票非常有机会 直接开涨停板 送给各位投资朋友 请你好好把握机会 关于今天冲高 我们有稍微做一个获利调节动作 但是只要逢回的过程当中 法人的筹码没有松动 甚至法人持续 还有逢回再做埋进化 我们随时会把这档股票再买飞来 另外这档就是提供给 比较大额资金的投资者的操作 我讲过 如果你资金有再三五百万 甚至有千万以上的投资者更好 这档股票 是即法人 现在在调节大力光 法人在出汉维科 法人在出平概股 开始在琢磨的 这一档 法人的最新的索马股 那如果是大致界投资者 你想逢低迈 在股票市场 稳稳的 轻松的 几乎叫做躺着赚的同志朋友 我相信这档股票 你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针对这三档股票 你有兴趣的 你想了解的 你想知道的 我们今天 最后一天 五条件跟投资者 在节目当中做分享动作 详细的活动资讯 请你待会 详见节目中的广告 好不好 谢谢 股票群会 感谢收看更多的分析 我们明天同学再会了 拜拜 by bwd6